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说说 林可绝景的成语故事 春秋时代 鲁少公因为在国内待不下去了 就出奔到齐国 齐景公问他 你是怎样治理国家的呢 怎么会搞到今天的地步呢 鲁少公说 因为我没有接近爱护我的人 也没有接纳规劝我的人 结果弄得内外孤立 到现在已经没有人真心要帮助我了 倒是那些奉承和对我说假话的人很多 我现在就好比捧草一般 等到秋天一到 就会被连根拔起的 景公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 就转告燕子 并认为如果让鲁少公回去 将会成为一位贤娘的国君 但燕子并不如此 他说 掉到水里的人 原先并没有想到会失足落水 事后才想到应该防备 同样的 迷路的人也一定在迷失方向之后 才会注意到路径到底在哪 鲁少公的情形 就好像面临灾难的人 急着铸造兵器 口渴了 才急着挖井取水 虽然最快的速度进行 但还是太迟了 上面这些话 是不是很有意义 后人将它引申成 宁可绝井 就是用来讥笑 不提早做准备 等到事情临时 才着急运怼 也可以说是临时抱佛脚了 希望这个故事 对大家学习成语 有所帮助 喜欢的朋友 也请订阅 留言 分享